此的治療方面 逐漸來到台灣北部海面 台灣持續受到的是西南風的影響 在西南風的影響之下 今天各地可能都還是會有短暫的陣雨或雷雨 不過整體的降雨趨勢 會在今天晚上之後 逐漸的趨緩下來 明天開始在清晨夜晚中南部地區 還是要留意會有一些 局部的短暫陣雨發生機會 另外在中午過後 午後雷陣雨容易發生在山區 或是東北部地區 請大家還是要特別留心 而至於溫度的部分 因為今天雲量相對比較偏多一點 所以各地的高溫 當沒有下雨的時候 月顯悶熱大概31到33度左右 明天開始因為雲量比較偏少了 預估各地的高溫帶到33到35度 請大家特別注意這個溫度上面的變化 我們從微信圖上面可以看到 微信圖上面雲量比較偏多的地方 在台灣北部海面 這就是封面目前的位置 台灣附近今天雲量相對來說 還是比較偏多一點 甚至還有些下雨的情況 我們從雷達會破圖可以看到 像目前台灣上空屬於比較綠色黃色的區塊 有下雨 但是下雨的情況並不是這麼明顯 並不是這麼的強 比較強的地方在台灣東部海面 因此今天氣氧局持續針對綠島來雨 發布大雨特報 尤其在這附近海面的作業船隻 還是要特別注意這種強降雨帶來的影響 此外在台灣海峽這邊 因為西南風的影響之下 下雨的情況也是比較明顯 海上作業船隻一定也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麼今天預估整體的降雨情況 我們從定量降雨水報圖上面可以看到 各地從今天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降雨的情況 還是比較全面 各地都還是會有局部短降雨的情況 中午過後可能在山區還是要注意會有局部較大的雨勢出現 整體降雨是慢慢的趨緩下來的時間 在今天晚上以後 晚上之後可以看到整體的降雨量度 相對來說是比較緩和 都是比較局部零星一點的情形 而至於明天的降雨情況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明天早上八點到下午兩點的這段時間 一如剛前面提到的 清晨夜晚在中南部地區 可能還是因為受到西南風的影響之下 或一些局部降雨出現的情形 中午過後要留意很久的在山區 東北部地區下雨的情況比較明顯 而我們預估從明天開始到未來這一周來說的話 降雨的情況蠻類似的 主要就是在清晨夜晚的時候 中南部地區或一些下雨的情況比較局部零星 跟過去的相比的雨勢沒有那麼明顯 下雨的時間也沒有這麼的長 不過中午過後還是要留意午後雷震雨的天氣形態 至於溫度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各地的溫度大概31到33都還特別的高 但明天來說溫度開始明顯的升高 尤其未來可能要特別注意的就是在 大台北地區中南部的近內陸地區 跟花東縱谷地區這些地方溫度 可能相對來說都特別的高一點點 尤其在週一到週三這段時間 要特別注意這些地區可能都會有局部高溫出現的機會 是在東南部地區都會有噴風發生的情形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為大家做整體 今天來說各地天氣還是比較不穩定 不過降雨趨勢在晚上之後慢慢趨緩下來 未來在週一到週三的時候 花東縱谷中南部內陸地區跟大海北地區 可能要注意會有局部高溫出現的機會 以上是今天上網最新的氣象資訊 我們下次見 請到台北地區 ull